唐朝啊 可以说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代了 而我们的老朋友李白又是唐朝诗坛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被后人誉为诗仙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了解到 李白是一个很喜欢出去旅游的人 他的一生踏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 写了不少歌颂祖国山河的名篇佳作 我们也跟随着他的脚步去了很多地方 今天呀我们就再来学习一首李白的诗 这首诗是李白二十五岁初次初暑 也就是离开四川时写的一首送别诗 杜金门送别 杜金门送别 李白 杜远金门外 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静 云生结海楼 仍连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李白自太白 好清廉居士 五岁到二十五岁 在四川生活 对四川的山山水水 有着深厚的感情 二十五岁时 李白第一次走出四川 去远游 四十二岁 在别人的推荐下 来到了长安 才华受到唐玄宗赏识 供奉汉林 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 后来遭人极度获罪 途中呢 又被赦免 公元七百六十二年 李白病重 与世长辞 终年六十一岁 李白性格高傲 藐视权贵 曾经流传着 历世脱靴 贵妃捧艳 玉手调羹的故事 安能催眉折腰 视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言 这些啊 都体现了他 反权贵的思想 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称为诗仙 与杜甫并称为大理杜 他为人爽朗大方 爱喝酒 爱作诗 还爱交朋友 李白这次初暑 由水路乘船远行 惊巴于初三峡 直向京门山之外驶去 目的是到湖北湖南一带的 楚国故地去游览 那么这次送别 到底是谁送谁呢 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 去看一看 这首诗的首帘 渡远京门外 来从楚国游 意思是说 乘船远行 路过京门一带 来到楚国故地 交代出了这次旅行的路径和目的 青年李白朝气蓬勃 不远万里 乘船远行 京巴于初三峡 直赴京门之外的楚国故地 汉远山随平野进 江入大荒流 青山啊 渐渐消失 平野一望无边 长江滔滔奔涌 流入了广袤的荒原 汉远的上句说山 船行走在江上 两岸青山 随着小舟的前进相对挺出 扑面而来 转瞬即逝 最后呈现在诗人眼前的 是一片空旷平坦的 墨墨旷野 下句又说水 长江流入了地势平坦 视野开阔的旷野 呈现出缓缓流动的感觉 这句诗啊 展现了诗人 乐观开朗的情怀 也体现出诗人 初出属地 看到如此壮景时 那种惊诧欢愉之情 这两句啊 也是这首诗里 流传比较广的名句 小朋友要多多留心 景连月下飞天镜 云升结海楼 意思是说 月亮倒映在江面上 就像飞下的天镜一样 这个镜啊 是镜子的镜 云彩升起 变幻无穷 结成了海市蜃楼 小朋友 你看这两句 诗人的想象力 是多么的奇特呀 把湖面上的月亮 比作了从天上飞下来的镜子 把云彩的变幻 比作了海市蜃楼 多多眼前 仿佛已经出现了 那样美丽的画面 这两句诗啊 也充分体现出了 诗人那种浪漫主义的诗风 前面多多讲了 李白从五岁起 直到二十五岁远渡京门 一直都是在四川生活的 读书于戴天山上 游览峨眉山 隐居青城山 对四川的山山水水呀 怀有深智的感情 江水流过的属地 也就是曾经养育过 他的故乡啊 初次离别 他怎能不无限留恋 一依难舍呢 但是诗人 却不说自己思念故乡 而说故乡之水 恋恋不舍 一路互送万里相随 越发显示出了自己的思乡深情啊 所以这就解决了我们一开始的疑问 题目中的送别 实际上应该是告别故乡 而不是送别朋友 读懂了这首诗的意思 那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这首诗吧 杜金门送别 李白 杜金门送别 李白 杜远金门外 来从楚国游 杜远金门外 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 将入大荒流 山随平野尽 将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尽 云生结海楼 月下飞天尽 云生结海楼 仍连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仍连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习了 杜金门送别这首诗 同时呢 还学会了一个常用的汉字 山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的象形文字 是不是很有趣啊 山有多个含义 常见的是地面上有土石构成的高耸的部分 象山的东西等等 在我们这首诗里呢 山属于第一个含义 常用的词语有山顶 我们用它来造一个句子吧 经过艰苦的跋涉 他们终于到达了这座山的山顶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熊猫天天学诗词就到这里了 我现在就试试了 已经有替了 我现在安静了 这个字的诗词 是和你儿子 有些护士 没有的语言 在我们这条路上 它也在有什么诗语 有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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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语言